小小小小,你干什么事了 今天早起来磕楼了嘛 我爸管这些一下,要不然在这儿堵了呀 你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吧 来堵了嘛 那是不是一个要吃饺子了嘛 你多吃的是什么饺子 该是堵着吃饺子了嘛 哎,我还出个买了点鱿鱼 我还说咱们今天吃点不一样的饺子了 鱿鱼饺子啊,做不了 这次买回来了咋弄呀嘛 你自己做干嘛 哎,这是找麻烦了嘛 哎呀,小吃不小做,哪那么美的事呢 海嘟海嘟,只有你啥子来 哎,你两个做不了你 你有小吃还有不小吃,你咋去 就是 在我们这边一般煲饺子 用猪肉,牛肉,牙肉这些煲了 今天就多了,吃了买回来了些鱿鱼 说用鱿鱼和猪肉韭菜煲个饺子吃 我还没有吃过 提了,你还要盖上来 鱿鱼上有沉皮碗去 你还会动了,呀 可以了 鱿鱼多洗几遍切碎 煮肉 剁碎 再加点韭菜 加点盐 蚝油 拌酒油 哎呀 这还看见美了嘛 吃了 馅拌好了 饱饺子就交给你们了 那行 面和好了 让我和 饱饺子 做好了 煮饺子 饺子煮上五分钟左右 捞出来 今天的鱿鱼煮肉饺子就是好了 能开吃了 来 我倒了碗醋 然后还有一个生抽和腊油去炸 是吗 不等你们来 我先来一碗 你来一碗 来 来点醋 摔你腊油 炸菜 这还好吃了吧 尝尝猪肉的坏坏口味 尝尝点鱿鱼的 一段尝尝 给你来点醋酸 撕出辣油脂子 哎呀 这边吃出来不是什么味道 这不好吃 就要倒一点羊四脚 我跟你说你把我手也糟蹋了 嘿嘿 你就适合吃猪肉吃花萝卜 是了 哎呀 这还差不多 多点羊四脚多小 鲜不小只是这样的鱿鱼 这个是我今天做的羊四脚小 哦 听你会说 嘿嘿 又不是说你多吃饺子了 多吃饺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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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害怕 吃那么多吃饺子都自己要了 嘿嘿 亮亮 嗯 都吃饺子不好吃是吧 哎 我管吃饺子不管味 哈哈 我吃饺子还好吃 就你一个婆茬的 哈哈 由于煮肉讲算 我算第一次吃 我觉得还好吃 我弟弟和海杜 嘴上说吃不贵 但是有人还吃了两碗 成了你觉得咋个 是吗 我原来还常吃了 直接好吃什么 是 你妈妈吃我就不煮了 赶紧给他再煮个赶紧 赶紧给他再煮个赶紧 你还没吃饱 还得一点 哈哈 你自己煮个 哈哈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朋友们记得点个关注 出镜子点个赞 谢谢大家 下期见 拜拜 拜拜